大家好 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YouTube频道 今天咱们来讲一讲EPEC诉讼败给了苹果 却战胜了谷歌的故事 这个EPEC是游戏公司 它主要做几样东西 第一个是堡垒之夜 是非常受欢迎的这种射击类 第一人称射击类的游戏 然后第二个是它做Unreal引擎 然后第三个是它有EPEC的游戏市场 然后它还有一个标签是什么 那个腾讯是它的最大股东 对吧 那么这家公司一直在干一件事情 就是为了苹果税和谷歌税战斗 或者说为了这件事情 再跟苹果跟谷歌在进行长期的诉讼 EPEC一直都没有停止奋斗过 而且EPEC呢 现在已经完全是理念之战了 就是我告赢了告输了 我都不找你要钱 我就是说我们争这口气 你这个一旦我赢了 你就不能再按这种方式找我收苹果税了 现在就同样的官司 就是EPEC速苹果 EPEC速谷歌 都是说你们垄断了 你们侵害了我的权益 这个事情苹果胜诉了 这个谷歌败诉了 这是到底怎么干的 苹果胜利呢 其实并不纯粹 EPEC违反了苹果应用市场的规定 罚金是要交的 因为苹果给开了一个罚单 就是你进来苹果应用市场的时候 你是统一了这件事情的 对吧 那么你违反了 你该交的钱 你是要交的 其实这个钱呢 已经被苹果扣掉了 就是苹果会扣掉你账户里的钱 说我就不给你了 通常是这么处理的 已经这么判好了 然后呢 与苹果之间的争议呢 与应用程序是没有关系的 对吧 你确确实实是 跟苹果之间形成了一个 加入应用市场的时候 形成了一个交易 或者形成了一个协议 而且这个协议 就是你进去的时候 你就认可了 然后后面 你又违反这个协议 所以法官就认为判了 但是判完了以后呢 对苹果也不是一个 十分好的事情 他要求苹果 不得向iPhone用户隐瞒 他们需要为应用支付费用的 其他方式 因为你比如说 我在苹果里面付了费 那么这个事 你苹果就抽到税了 如果我到这个网站上付了费 这个苹果实际上 就没有收到这笔钱 但是呢 这个应用程序说 我已经记住了 你付过费了 我就让你去用了 苹果原来处理的方式 就是我告诉大家 你不能这么干 你一定要在苹果里头付费 这样苹果的付费率就高了 他可以抽税的比例就高一些 那么法官告诉苹果 说这个事你以后不能干了 你要告诉用户说 你还是有其他的付费渠道 有其他选择的 而且法官希望苹果 可能允许开发者 添加自己的支付机制 就是你不能再去 限制死他这件事情 因为iPAC 从苹果上下架的原因 就是iPAC引导他的用户 到其他地方去支付去 而且打折 因为苹果收30%的苹果税 那我给你打个九折 对吧 我还自己多挣20% 让用户到其他地方去支付 那么这个事情 法官要求说 你们苹果未来还是要放开的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虽然苹果胜诉了 但是就要赢了面子 输了理子 对吧 那么谷歌败诉 其实输的也没有那么多 谷歌这一次被判断什么 谷歌在安卓应用分发市场和应用内计费服务市场拥有垄断权利 谷歌在这些市场做了反竞争行为 iPAC 因这种行为而受到伤害 谷歌的Google Play应用市商店和Google Play是结算支付服务之间也存在非法联系 iPAC也得不到赔款 说我坑了 这个谷歌坑了我了 我是不是让谷歌赔我笔钱 没有 这个是法官也不支持的 但是谷歌不能再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打压其他应用市场了 这就是谷歌败诉的整个的一个判决 大概就是这样 那么你说苹果跟谷歌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儿呢 为啥苹果赢了 谷歌就赎了 这个是这样 苹果它是个封闭系统 就是它自己造的手机 自己卖手机 对吧 自己建设应用市场 然后所有进到苹果应用市场的人 你都需要跟苹果应用市场去签协议 说我同意了苹果的所有条款 我才能上架 它是这样的一个玩法 苹果更像是一个游戏机 你比如PS5 Xbox或者Switch 对吧 它是封闭的 我自己造的游戏机 我自己在游戏机里头做游戏分发市场 或者应用市场 你所有在这里来 你必须遵守我的规则 就苹果跟这个是一样的 但是谷歌就不一样 谷歌是造操作系统的 虽然它自己也造手机 但是它那个手机其实卖不了多少的 大部分手机不是它造的 那么手机厂商 移动运营商 以及第三方 都是可以去做应用市场的 谷歌你不能去禁止这件事情 对吧 它不像苹果是苹果 说机器是我造的 我卖出来的时候 对吧 我就已经禁止了这件事 谁都不允许在我苹果里头做应用市场 任何应用市场在苹果的应用市场里不能上架 然后在苹果的手机里头 所有分发来自于非苹果应用市场的应用 我都认为有安全问题 通通都给你干掉 这是苹果可以干的 谷歌是不行的 它一直上来 Google Play就需要面临着手机厂商的应用市场 移动应用商的应用市场 以及第三方应用市场的竞争 那么谷歌就要采取一些手段 进行打着一个竞争市场竞争 它一边是强制下架敢于侧载的应用 比如说iPAC 你又到大家到其他地方去付费去了 那我一定要下架你 老大的面子还是要的 另一方面又低声下气的干嘛 去给运营商和手机厂上分钱 对吧 你比如小米 你这个里头装了谷歌应用市场了 你在美国把这个手机卖了 然后你在小米手机上 大家谷歌收到的钱 这个谷歌会愿意跟你分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 这个你们就不要自己再去搞应用市场了 或者说你那个应用市场 就做的差一点都算了 对吧 这个其他的你就从谷歌这边走就好了 他就做这样的事情 包括各个移动应用商 对吧 他也是上去跟人分钱去 那么移动应用商其实也挺开心的 就是你刚才你做应用市场这件事情 其实技术要求还是挺高的 而且需要很多的人去维持这个应用市场 又未必能挣回多少钱来 对吧 所以干脆我分钱给你 你自己挣 你还挣不来这么多 我愿意给你分 这事不是一个挺好的事情吗 对 那么在他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通过分钱的方式 不断的去打压第三方应用市场 那么导致 就是现在在安卓上 基本上第三方应用市场 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现在可能比较大的 像三星的亚马逊自己有一个应用市场 这些是有的 但是真的是很少很少 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做应用的时候也尝试过 像三星应用市场去发包 像亚马逊应用市场去发包 基本上没有下载量 就全都是谷歌应用市场 才有下载量 所以他基本上是把其他的都给打掉了 形成了事实的垄断 那么现在判了说 谷歌你败诉了 因为你确实垄断了 你在一个不是你们家的手机环境里头 做了一些垄断 那么谷歌真正的麻烦 其实并不是这个官司 现在有真正的反垄断诉讼 在等着谷歌 谷歌前面有一个反垄断诉讼 是他在广告这一块进行垄断 后边新的在应用市场这块的反垄断诉讼 其实已经在开始跑起来了 那么在这一块反垄断诉讼里头 有了这个判例 有了APEC的这个判例 那么他后边那个诉讼是非常非常麻烦的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一次诉讼过程中 因为谷歌内部采用了一些 越后集焚的方式进行交流 导致了大量的信息直接没了 对吧 什么叫越后集焚 就是我给你发一条信息 然后过半个小时 这个东西自动就删除了 谷歌内部讨论很多事情 都是用这种东西的 特别是非常多的 这种排他性的讨论 比如说我们采用一个什么策略 可以把其他应用市场干掉 可以把这个竞争对手干掉 怎么去排他 做这些东西都是通过这种 这个叫做越后集焚的方式进行讨论 而且在这一次 让陪审团去做判定的时候 法官专门提醒他们 说你们所得到的信息是不完整的 这个所有对谷歌不利的信息 你们可能压根都没看到 因为他们使用了越后集焚 他们很多的这些信息直接被删掉了 包括他们的皮彩 就是他们的CEO跟下属之间的很多谈话记录 都已经没有了 那么陪审团为什么会一致的 就是一个都全票通过做出了谷歌败诉 谷歌你垄断了这样的一个判决 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对于后续的审判 后续的诉讼非常非常不利 谷歌这个是麻烦大了 虽然他不需要赔钱 对吧 但是给他定性了 说你就是垄断 你就是在谷歌的应用分发 以及谷歌支付之间 进行了非法的连接 对吧 这个定性了 而且美国要求什么 就是叫同罪同法 就是我同样的事情 就应该是同样的判法 对吧 那么我这次给你判成这样了 我下次肯定也照这么判 那么这个事儿没完 谷歌肯定还是要上诉 他绝对不能接受这件事 说你就直接认定我垄断 这事肯定不行 那么谷歌再接着上诉去 iPAC针对苹果也还要上诉 说苹果直接判我赔钱 这事不行 我接着得上诉去 就苹果也得上诉 苹果说你让我去开放市场 这事也不行 对吧 就是他们这几家都不消停 还都得接着上诉去 知道为什么美国能够养得起那么多律师了吧 就这点事就慢慢且折腾了 国内的情况其实要比他们乱 或者说有些方面要缓和一点 有些方面要更乱一点 苹果跟谷歌的苹果税 谷歌税的多少正常是30% 对于一些新应用或者说一些比较小的应用 他可能还有优惠 比如说15% 甚至有的是5% 对吧 所以他抽的其实并没有那么多 而国内是所有的手机厂商组成了一个联盟 叫硬核联盟 叫Hardcore 他们抽多少 抽50% 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 然后国内各大游戏公司通通都是侧载 你比如说米哈游 对吧 包括字节跳动 通通都是侧载 说我就不把这个包放到你那里去 你比如说米哈游 把原神的包放到了华为的应用市场里 那么华为应用市场下载的这个包 每一次的这个付费充值 华为扣50% 米哈游说我不跟你费着劲 我就把它放在自己的服务器上 谁愿意玩谁下载去 或者我把它放到这个 这个叫做字节跳动的服务器上 你可以通过字节跳动直接去下载 或者是包括其他的包括这个腾讯的 这个叫做应用宝 或者360 我放在这里头 我不去你这个各大手机厂商的这个硬核联盟去 不让你去抽这个50% 就搞成这样的事情 现在呢 国内这个包括腾讯跟这个华为 跟所有硬核联盟的厂商还都是在 不是那么妥协的一个状态 就是大家还是在折腾 所以现在就是华为虽然有很多人号称 支持鸿蒙应用系统 支持鸿蒙操作系统了 对吧 这个包括支付宝 淘宝 很多微信什么东西支持去了 但是各大游戏厂商是不会屌他的 因为你如果把游戏做的支持鸿蒙了 或者支持华为了 在华为应用上上架了 50%的收入没了 对吧 所以国内还是要更混乱更复杂一点 我觉得这个苹果税跟谷歌税的这个官司 或者这个瓜 咱们还应该能再吃一段时间 没有那么快结束 对吧 我觉得再往后 就是可能AIGC上来以后 这一块已经不是一个大钱了 那么大家可能也就不了了之 慢慢就混过去了一个结果 对吧 很多都是这样 就美国这种本身诉讼他就很慢 经常打着打着打完了以后说 我们当时打的那个钱 打着一个官司 所这个相关争来争去的这个利益 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了 到那个时候这个官司就结束了 你如果没有到那个时候 谁败诉了 还得去反诉 这个事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的折腾下去 好 这个故事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 请帮忙点赞 点小铃铛 参加discount讨论群 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 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 再见